Hello 全面看 老闆 有没有好声又便宜的线介绍 好声又要便宜 百多元尺可以吗 百多元尺太贵了 上个星期我才买了一条几百元 几百元?有这样的线吗? 有一条適合你 首先你应该订阅我们LabChannel的频道 留意以下介绍 这条线一定適合你 这条线介绍 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LabChannel时间 今天你见到我送走我旁边的美女女伴 又是我的后宋主 Edmond上来和我们聊聊 Edmond 你知道我为何会请你来聊天 今天说这个品牌 其实和我们两个很有渊源 没错 再加上之前我们说的太多 有日本、台湾等国家的产品太多 那我们就说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好吗? 那这些品牌来自瑞士 Edmond 你知道瑞士这个国家 很多香港人都很喜欢去 没错 一提起瑞士 大家想起什么 手标 肯定 没错 TP、IWC AP、LOW AP 好像是瑞士 应该是吧 IWC 有些商榷如地 因为他的老板 我记得像是美国人 但去了瑞士生产 Edmond 我知道你喜欢玩标 你有很多标 为何会不会喜欢IWC 其实源自于Gotham的CEO Gotham的CEO 也很喜欢收藏IWC 今天我们说这些品牌 Gotham的CEO 我上次见过他 都带了一只三十多万 很厉害 他应该有几十只 他有几十只的IWC 这么厉害? 万年曆那些什么都有 我为了尊重他 我今天也问了一个朋友借了一只 迫派落 CEO正在看的 我也知道 你呢? 你也是 我也是 我也是不是CEO借的 借了不用玩 最好 最好 说到Gotham这个品牌 我相信家里 一两条都有 我们的客户 懂得LAP Cable 你都会上来帮助一两条 因为他便宜 Peter 为什么你会认识这个牌子呢? Gotham这个牌子 你应该会认识的 这个牌子 上当年 是十四五年前 十四五年前 当时没有科兰 没有群组 没有Whatsapp 什么都没有 一收工就打电话 几个发烧友 某天有个发烧友跟我说 Peter 听说有一条瑞士线 整理完之后 其实很便宜 80-200元 但整理完之后 整理完之后 减低三四千元 有某个发烧友 跟我朋友 我一会认识 我一会认识 有没有这么厉害? 我真的买一条 试试 那在哪里买? 没有 在旺角的店铺 那些店铺也能买到 那些型号 还要是11001 还要告诉我 我说 这么厉害 我快去买 货车很足够 那条线 当时我弄完 虽然 好像我的朋友说 砌低三四千元的线 我不敢说 但是以声音来说 一条百多二百元的线 真的收货了 当时我就 放了想像 分享 写一些文章 突然间 很多师兄问我 在哪里买 可不可以叫我帮他做 那我没办法 就是帮人 那你最高峰是 要做多少? 那时候我真的纯粹兴趣 帮师兄做 那一天我最惹惹 那时是四十多队 四十多队 我做过四十多队 当然 你说我一个人做 当然做不到 叫我老婆帮忙 他在展线帮我套网 开了线 我自己拉 做到他都烂了 当然啦 他没有收工 Edmond 我反问你 你又如何认识Godfam 很简单 我认识Godfam 都是因为你 就是帮你买了11001 你其中一个 就是那四十多条线 其中一个是你 其中一个就是买了11001 所以认识这个牌子 也认识你了 之后还做黑当 之后才有Lap Cable 所以今天请你来吹水 真的有原因 所以 其实 Godfam是令到Lap Cable诞生 可不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 是认识了Beater 之后就开了档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发烧油 没办法 是 Edmond 我知道了 你现在负责联络 Gotham那边 就是订货 那边 你和Gotham的老组 我好像还比较好 每天都有Whatsapp 联络 有 经常去有展览 还有搞笑的Whatsapp 都发给我 是吧 我知道了 很多朋友 用的人多 这种品牌 很多朋友来说 未必知道他的历史 你Gotham 我自己当时 一开始听这个品牌 这个名字 因为我喜欢看蝙蝠俠 郭咸城 当然是战美国 对吧 罪我之都 那Gotham究竟 他的历史是如何呢 和美国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Gotham本身一开始的时候 的确是在美国成立的 一开始是美国 其实Gotham Audio 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公司 他本身的业务是遍布全球 直至现在为止 Gotham先持在欧洲生产的权 这个很难得 Gotham Audio 其实是1958年成立 其实500年到现在 相产六十多年了 其实他成立的时候 我们都未出生 未出生 未出生 那时候先做线 是由一个奥地利籍的 录音师 专业录音师 叫Mr.Steven Tammer 在美国纽约那里成立 一开始在美国纽约 就是曼克顿区 当时Steven同时 都是几间很出名的 专业录音器材 包括Steel E.M.T. 和Newman的美国总代理 很出名 到现在都很出名 到现在 这些很多法师在用的 是 而Gotham Cable 就在1976年成立 Twitter 你知不知道 Gotham Cable 第一款出的线是什么 这件事 你真是效应我 我只是记得是1001 我认识歌伐 因为1001 令到成名 可以这么说 其实当时第一款生产的线是10701 那条三芯的 为什么这么特别呢 其实10701是参考当时一条Newman的麦线 其实那条麦线很贵的 我查到它大概要400多元英镑 是啊 如果麦线的世界 400多元英镑 就是港币 4千多元 哇 麦线世界 400多元港币 那些人都说是贵的 有些客人是弄麦线 所以 如果相同的热扣 以10701来计 做回相同的长度 其实700元又找到 所以Gotham的线是便宜很多 所以其实当时是大买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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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1983年的时候 Edmond家族 即现在Gotham主席 France的家族 就开始负责管理Gotham cable 以及它的生产推广 那同一时间 Mr.Stamper也开始退休了 退休的时候 就将整个品牌 Gotham audio Gotham cable 都卖给France 即是现在的CEO 一直到现在 1989年开始 由瑞士的Gotham公司 直接全支拥有了Gotham audio 和Gotham cable 这个品牌 即是和美国都有渊源 由美国转到瑞士 由美国转到瑞士 一开始是美国 最后因为主持人退休 就卖给一个瑞士人 OK OK 就转到瑞士 OK OK 不说你不知 经厂方证实 原来一把撒音的AES线 当时是Gotham cable 在1985年 首先推出市场 这么厉害 AES这个规格 据我所知 最初是由录音室开始用 开始再引进去 发烧音响那边 所以很多网友 很介怀 就是说我这套东西有没有AES 因为他们一直觉得 AES的声音 是比一般同族线 或者是光纤 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的 专业路线室的规格 所以可能那些Loss 会比较少一点 Jita Loss 你知不知道 其实这条线 是在哪里生产的 当时生产Gotham 肯定是欧洲的 我不知道 有没有瑞士 我问过France 他说在奥地利 这一批的一把撒音 在奥地利那里生产 现在还有没有呢 我希望能够买到 你说奥地利生产的线材 不用说 一定很有音乐味 音乐首都 音乐之都 连莫扎特都在那里出世 不用听 一定很有音乐味 其实他解释 在一个数码录音的过程里 一个小小的Jita 都可以令到对声音有很大的影响 对 所以他才设计一条可以比较长距离 又可以提供很稳定的音数的线材 给六音室用 OK 这是他发展这条线的由来 OK 这条线的型号是什么 有没有型号 有个网友很喜欢的 10666 就是这条线 某网友很喜欢的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 还有就是10561 因为他两个是不同颜色的 结构一样 完全一样 我很喜欢用1066来做RCA 我反而觉得音乐感非常好 其实他不止数码线 其实他可以做analog线 一定没有问题 Peter 其实歌粉线有什么特点呢 你问我 我可以从三方面 他的特点从三方面说 第一点就是 我感觉上就是 以我们喜欢DIY的友仔来说 一开一条线 哇 这么多屏蔽 一开始屏蔽比 那些屏蔽更多 一定的屏蔽很安静 声音上方面 我大概可以概括 我可以概括来说 就是一个照妖镜 一个照妖镜 那一套东西有什么声音呢 他就出什么声音 干净 中声 对 干净得来 因为他的屏蔽层多 所以来说 他就静的 你知线 不要先不要理什么声音 最重要是要够静 静这件事很重要 好 第三件事 我觉得他就是 很适合香港这个情况 为什么 你知道香港 我们这些窮小 居住环境又不是很大 不会几千尺 我觉得聆听环境 只有五六十尺 都不知道是否 他的线就相对柔软 细条 易屈等等等等 最重要的是什么 够cheap 够cheap 所以来说 这几样概括来说 在我来说 就是在歌粉对我的印象 在这几点 Edmond 你又有用开歌粉 对不对 用了十几十年 你又有 在你心目中的印象 你又觉得如何 其实歌粉 是一个很静的线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屏蔽技术 很technical 叫做Double Rawson Shielding 中文我们译做双层反向屏蔽技术 其实这个技术是来自Newman的麦线 最后是经歌粉发芸光带 因为我们当时整开11001 我相信很多网友都有印象 他的网有别于一般品牌的网 他不是积出来的 他就是一层同这样搭 另外搭多一层这样反向 我原本以为他是折省成本 原来有原因 有原因 他用双层反方向的铜网做屏蔽 去阻隔RF干扰 其实他的好处是令到线特别柔软 因为你想想 继续网的时候 是硬硬的 而且我们拆网很辛苦 但他这条做起来很舒服 因为他是这样搭着 我们抽一条线出来 就可以落地做屏蔽 所以他这样做 就会令到线特别柔软 但屏蔽效果也做得很好 而且在80年代 EMT和Newman已经没有再做线 所以当年来说 Guffin是全市场上 唯一一个公司 正在用这个技术 OK 即是帮他们做 我记得有一条 我又不可以这样说 又不可以帮他们做 这些东西不可以随便 不可以外出 OK 明白 你知不知道 上到来买Guffin产品的朋友 他们都很疑惑 因为他们说 这些线特别 那个栋根特别 有意思呢?还是乱乱乱作词呢? 有部分是有意思的 对于我们来说是不用记的 我们也知道 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很熟悉的 所以今集里面我们有一部分会介绍一下分类是怎样分类 好啊,那就不用猜猜一下,容易记得很多 时间关系,已经准备了这个 现在轮到你拿那块牌 准备了这个牌 这个就是说Goffer线材的编码分类 我们讲第一个字 因为Goffer线材通常是由五个数字 由五个数字组成 一开始如果是零字,是video线 一字就是信号线和数码线 即是11001,113666 这些一定是数码线 数码线或者是数线 其中有一部分141516字头 这些就是多路讯号线 即是好像studio錄音室 十几二十条那些 是的,是耳朵用的 这些是小卖的 二字number就是七芯的咪线 和耳机线 耳机线其实都有做 我们有20010之类 左右那些猫眼腸那些 那些是耳机线 那些是耳机线 三字都是多路讯号线 都是耳朵用的 这个都是很少客人问的 第五是很普通的 是喇叭线 五零什么 五四什么 五八什么 五号 记住五号就是喇叭线 最多的网友用的 五四二四零 五零四零 五零四零 五零一五零 这些很出名的 好 接着八号号号 就是电源线 85 86 87 都是电源线 而九号 就是机内接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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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就 讲解一下 Gofem的喇叭线 好 通常刚才说 是由五个位组成的 是 假设一个例子 就是五八零二五 好 那第一个项目呢 五是喇叭线 五 八是代表八条心 零是外皮 零字是PVC外皮 一字是PUR外皮 即是501 50 是PUR外皮 PUR外皮的特性是很坚韌的 可以在露天使用的 好 即是露天演唱会那些 就要买五什么01 要买一字那些 二字呢 这个就是FRNC外皮 这个就是防火的 防火的 和就是比较防酸的 OK 那二五 最后二五的项目呢 其实是代表每心 每心2.5平方 哦 原来是这样记 那就是二记很多 那就是二记很多 你起码知道 如果我想买2.5平方 那这个项目呢 就是二五 而不是四平方 就是四零 再说一个例子 就是五四二四零 五四二四零 同样五 是喇叭线 四是代表四心 二是代表FRNC外皮 比较硬一点 四零 每心是四平方 哦 OK 那就是很容易记 没错 知道它 P-Number的逻辑 好了 接下来 我们就解释一下 跌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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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法师我用的 85055 这个最多人用 对 855 其实是代表跌缘线 跌缘线的编号 0 刚才也说了 0是代表PVC外皮 所以 55 55 就是每条芯 5.5平方 哦 这个 其实 用得多 你就会知道 这个电解管理器 另一个 87 215 87 其实是单支的电源线 嗯 二是代表 FRNC外皮 115 就是每条芯 1.5平方 哦 比如说我想买一条 给CD机用的 是 不需要那么粗 所以就找一些 15尾 对 15 86215 85 015 85015 就是 就是什么 对 比如说 我机后面 就没有那么多位 线 又不可以太硬 就变成我要 015的电线 对 好清晰 各位发烧友 如果对刚才我们说的 Goffam 编码 有问题的话 不要紧要 我们公司制作了一个 很精美的catalog 中文版 里面齐了 大部分的Goffam 模式 有兴趣的 可以WhatsApp 这个电话 欢迎我们策取 我们可以邮寄给你 Peter 我想知道 Goffam 今年有没有新产品 你出了这个问题 我很害怕回答 很多发烧友上来 都是问这句 今年是有的 今年真的有一款 有一款 它的Number 都很幸运 我们很喜欢这个Number 叫做1128發 11288 其实这一款 是一款信号线 来的 其实 我也知道 有很多朋友 都用11301 其实都用了很多年 他们用了很久 但问题 有些人说 11301其实也是粗 有没有 有质素的信号线 但是有 不想那么粗 当然 我知道Goffam 其实有很多 很幼的信号线 例如101 其实都是很旧的 其实 1288 这条线 其实它的结构 也是很类似 就是Goffam 一贯源 涌开的设计 就是双层屏蔽 双屏蔽 双屏蔽 也有的 PE insulation 也有的 还有 你看到一条四心线 一样一条四心线 它的道体 开始改了一点 它里面用了7条0.2mm OFC的道体 相对 大家都知道 以前是很幼的 0.01mm 很幼心 现在改了0.2粗 那么多 在低频的控制上 中高 水润性 都有提高 另外最大的提高 我很喜欢它 就是 它的外皮 是PE外皮 包住7条0.1mm 改了PE外皮 PE外皮有几个好处 第一 它的电容值比PVC低 另外 它的内高温上比PVC高 因为有时候我们一辣鸡一辣 它来说 就没有那么容易滑 皮很融 方便DIY 也好 很方便DIY 幼身又容易屈 等等的好处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上来看看 另外 我们也好像搞了 有两条多漂亮的线 哇 信号线 金光闪闪 有两对 一对RCA 一对XLR 巴仁斯版本 这条线内笼是11301 11301 11301的线 配不同牌子的头 出来的声音都不同 这条我们叫做Gothrm的Deluxe version 11301的Deluxe version 经过我们的一些特别的教声 这条线 这条线来说 我们就用Kardas的Signature RCA 算是最顶级的RCA 巴仁斯同样 这条线我挺喜欢的 为什么呢 这条线在绝缘物料上 它用了Tagfong的物料 Tagfong物料 Tagfong物料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 耐高温也是方便 我们可以用一些很漂亮的石 因为通常漂亮的石 会要高温一点 没错 另外在避震方面 也做得很好的Tagfong物料 所以这条线来说 我们特别调声了之后 跟一般普通版本11301来说 亦保留Gothrm原本是很中性 很平衡的声音 但是在微弱的动态上 或者在音场上 是会明显提高的 有兴趣的朋友 都可以问回我们 谢谢 谢谢